榴莲当头,我是炎炎 左右高照,我是加玛 今天来到了10月11号 啊,又跟加玛在一起主持了 好久不见了 很久不见了,久违了 这个榴莲台咱们直播室 是啊,最近去哪了 最近是周游世界了 就忙些生意的事情 但是不管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 只要你打开这个榴莲台的APP 你随时随地都能够听到 这个榴莲当头,自由高照 是,也能够听到我们替大家播报 全世界的有趣的新闻 今天早上有什么有趣的新闻呢 是,对,首先呢 就发生在澳洲 其实发生在澳洲也是一个 华裔的年轻的夫妇 他们呢,其实原来是中国人 然后到澳洲去留学 现在还是,这个女孩呢 还是学生签,然后这个男孩嘛 实际上从学生签要变成公民了 他俩呢,有两件事比较特别 第一件事呢,就是这两个夫妇 他们正在闹离婚 然后闹离婚的时间 比他们结婚的时间还长 还要长 是,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事情 然后另外一个很奇特的事情 就是两个人闹离婚 再征一个车子 然后开始诉讼 这个诉讼的费用 比两个人想征的这个财产 还要多 那这个简直就是为了一口气 我感觉就是 对不对 你看,我们看到这个 据说结婚 刚刚19个月 这就闹离婚了 结果这一诉讼呢 就诉讼了差不多两年多的时间了 这么长的一个诉讼期 两个人的斗志还非常强 对,对,是的 你看啊 据说是这个两个人结婚 这个主要的两个人的财产 有一百多万澳币 这一百多万澳币呢 大部分来自女方的这个家庭 这个是有点特别的 照理说 娶媳妇吧 这个男方应该管车管房 对不对 还有给聘礼 现在这个是女方来出这个钱 这男方成了这个道叉门了 怪不得啊 这个女方 女生是 这理直气壮的 是,对对 曾经这个车子啊 这个车子其实是 就是女方的父母 拿了很多钱 去买了这个车子 但到最后 跟这个车子的时候呢 男方说这个车子的 这个名字 名字是他的 不是这个女生的 然后这个女生呢 他就也想要这个车子 然后呢 但是最后他们在 就在法庭上面 每个人都要给自己的 给出证据来说 哎这是我的 对吧 对 这两个人都撒谎 是是是 对 这个 男方呢 就说 他就提供了一些 证据说什么 自己的工作上面的 那些收入啊 这些来源啊 这女方呢 就说这些钱 都是老妈这个贷款来的 就不说这些钱 都是自己的 那自己家里可能确实有点钱 这其实 这个可能是在 澳洲的中国社群里面 中国人的社会里面的冰山一角 我觉得是 对吧 对对对 就是很多人 就是带着钱 就是不做美国梦 就做澳洲梦啊 最近这个 中国崛起 我觉得一个非常 不可思议的事情 就是说 哎 中国既然是那么好了 就是那么发达了 那么有钱了 这干嘛有钱了 还往外国跑 还往外国去 去定居去留学 这个是一个 值得我们反思的一件事情啊 再加上中国人的 目前这种 呃 这个生活方式啊 或者道德观念啊 是不是都是 每天都给澳洲人 带来一些刺激 哈哈哈哈 是 呃 其实呃 还有 还有另外的一件事 也让大家感觉到 很有兴趣的 就是发生在朝鲜 朝鲜的 金正恩的前女友 也就是说 之前我们看过那个 牡丹 牡丹峰的那个乐团 是吧 对对对 这个他的前女友呢 是这个牡丹峰乐团的团长 哦 之前呢 还去过北京 想看 就展开一个公演 结果就因为 朝鲜和中国之间的 双边关系而破裂了 他就返回到朝鲜去了 我觉得做这个新闻 那是阴谋 这是隐喻 嗯 你说你看 中国有一个彭丽媛 这个像朝鲜就要有一个 这个叫 这个叫 这个叫什么名字 这个名字挺怪的 嗯 但是是一个这个 乐队的乐团 这个叫玄松乐 对吧 啊 这是他们这个 军乐 军政的乐团的 这个 团长 啊 这个团 15年的时候曾经要到中国去演出 坐着火车过去了 结果呢 因为朝鲜 核事诈的事情啊 就演不成 又回来了 是 但是现在有一个其特的事情 就是现在金正恩在提拔 他们的女性 就是中央委员的候补委员 其中呢 他这个所谓的前女友就是榜上有名 对 一个他 还有一个他妹妹 对 这两个人 对 呃 就是呃 你看哈 凡是 呃 关于这个共产国家的这些新闻里面哈 人家最关注的是什么呢 最关注的就是这个国家的人士 是 对吧 对 这人士发生什么变化了 谁可能被提上来了 对 那谁可能又被砍掉了 那提上来这个人就跟这个老板之间有什么什么关系了 对不对 所以他们就一直的就是猜这些被提上来的人有什么样子的背景 所以这个人的被猜的背景呢 就是说呃 这个人可能是这个呃 金正恩的呃 呃 前女友 或者是女友 呃 这这这也算是一个绯闻嘛 但问题是这个女友比他大至少大个十岁啊 是 呃 所以外界人也在猜疑真的是他的女友吗 然后有可能会 这有可能 会怀疑的 因为年年年轻小伙啊 呃 呃 有的时候是比较恋母的那种情形 哈哈哈哈 就喜欢比他大的这个女性 呃 是 呃 这这这有这个可能性 对吧 是 对 有趣 对 那么其实在这个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东盟国家的一些事情哈 在泰国这方面 呃 泰国这方面呢 呃 明年11月份 将要举行大选 之前我们都知道泰国这方面是军人统治了两年多的时间 对吧 然后两年多之后终于啊 现在军政府的首要的这个头目也是现在泰国政府的首要的一个总理巴育就宣布了说我们要明年11月份大选 是 因为最近不久前哈这个泰国的新国王老国王驾崩了嘛这个新国王的这个挖加拉公呢他就签了一个文件就是说要可以修改这个宪法那这个修改宪法里面呢就规定了就是泰国呢必须还是要进行这个民选的 嗯 嗯 基本上还是他给要当选所以基本上说泰国的这个政治啊多少年来啊就是这近100年来啊都是其实最长的统治时期呢还是军人统治 对是的 还是军人统治的时期 这基本上是他的一个呃成为了他的一个呃国家的一个特色了 对是的 然后他这个就是呃他之前呢现在他也在修改他的宪法就是他的宪法也就通过了那么这个宪法当中有一些规定哈 其实这篇文章没有给出这些究竟新的宪法里有怎样的规定 但是具体来说呢这个规定是有利于军方执政的对 这样子的一个一个一个宪法的方向 对你想想看当时巴育上台的时候啊政治是红军跟黄军之间闹得不一乐乎的这个时候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呃人家看到就是说哎呃红军呢基本上呢就代表了呃外围的这些呃农民 对 这些呃南部的南南部和北部的这些农民 嗯呃这个黄军呢基本上代表了中产阶级就是城市的这个中产阶级 所以两厢的矛盾呢越演越烈呢 其实呃你知道这个泰王他到底是喜欢哪一边呢 呃所以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呢呃军人还是呃真正能够管控这个国家的 当时呃军人呃突然之间搞了一个这么政变的时候 西方国家就给予很多的压力 但是人家根本就不踩你 那照样我行我素到今天这个英朗呢也是逃离了逃离了这个泰国了 你有没有注意到啊就是在这个金砖五国厦门会议的时候啊 呃 虽然金砖五国没有泰国但是会议它有一个扩大性的一个讨论对吧 这个时候呢巴欲呢也出现在这个这个论坛上面了 嗯嗯嗯那为什么从前这个泰国的首相呢通常是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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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英朗的哥哥叫什么来着 叫他姓啊他姓啊通常都是请他姓因为他姓还有华人血统嘛 是对 就是请他姓然后他姓又返回家乡去去呃寻耕了一大堆的 就是把他姓的作为这个家乡兵 但是呢四个近千今天呢中国终于知道啊这个泰国呢 还是军人统治的一个天下所以呢在金砖五国的时候呢也把这个巴欲呢请来 巴欲中国把它请来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中国可能现在是要跟他姓和英朗这个撇清这个关系啊 嗯就是三十年河东四之间 中国的外交政策也是非常有意味深长 就像是最近的这次武统被邀请十九大的发言 发言一样 也是有一种味道在里边了 也有味道在里边 对是 好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巴塞罗那 不是巴塞罗那也就西班牙的一个地方 对 然后最近在闹独立 已经举行独立公投已经独立了 但是现在西班牙政府并不赞成 他暂时还没有独立 他本来是准备要要宣布独立的 但是呢就是因为受到很多的压力 而且上个礼拜呢 那个西班牙的这个宪法法院呢 就出台就说他不能使用那个那个什么 那个会堂 那个会堂他们准备是在那个会堂来宣布独立的 然后呢会堂不能使用 然后军队就已经开了那儿就把这个会堂给包围了 谁也不准进去 所以他暂时呢还没有还没有地方选举 今天早上我看到了一个凤凰的新闻 凤凰网的新闻就说 现在这个领袖啊 他是这个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嘛 他这个领袖他出来说 我们暂时先搁置一下 然后我们要跟这个政府啊 就是西班牙政府的举行这个谈判 就是咱们咱们先先谈谈了再说先例后兵嘛 这个意思 其实他已经进行了这个公投 他用公投的这个名义呢 他就给政府压力 他就可以宣布着独立 可昨天呢 就刚才你说巴塞罗那的市长啊 他就反对他这么做 巴塞罗那呢 又是在这个加泰罗尼亚这个自治区 里面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大城市 你还记得吗 世界杯过去也是在这个巴塞罗那踢过嘛 这个歌还很熟悉 所以这个州这个自治区啊 这个加泰自治区要闹这个独立啊 实际上在这个整个欧洲掀起了很大的一个风浪 你看上一次是英国的苏格兰要闹独立 对不对 就没闹成 最后现在这个呢 又要闹独立 你看到欧洲可能大家很多 不太了解欧洲到底是怎么回事 也不太了解西班牙是怎么回事 那么西班牙大概有十来个小的这个自治区 这真的是自治区啊 就像我们现在说的联邦一样 他完完全全就是自治区 这个加泰罗尼亚呢 也是一个自治区 它是在东北部的 它是直接跟法国接壤的那么一个 那么一个自治区啊 所以呢 这个呃 这边如果一一旦闹闹这个独立的时候啊 这说明什么 其实他过去啊 一路来啊 这个西班牙以前啊 那要说历史就很长了 是 这个这个基督教跟伊斯兰教之间 在在西班牙也是相当大的一个战场 过去打过也打过很多仗 那个小基督国 这些所有的这个自治区 都是一个一个的小基督国 哦 啊 都是一个小基督国 就像像我们这边也是这样的 过去有好多苏丹嘛 啊 他这边在过去有好多小基督国 这些小基督国呢 后来被一个大的给给给吃掉了 就把他笼络起来了 甚至那整个半岛 那叫什么半岛 伊比利亚半岛 就是在法国底下的那那一块 其实还包括了葡萄牙 葡萄牙过去也是一个小基督国 嗯嗯啊 所以就是各个小国 现在呢葡萄牙成为自己的独立的一个国家了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咱们这儿的文莱 哦 是 哈哈哈哈 这个概念 你就可能就明白了 威兰是个苏丹国嘛 对 过去葡萄牙也是一个小基督国 嗯 所以他后来呢 他没有加入到西班牙里面去 所以他自己就成为了一个葡萄牙 他有他自己的语言 所以他葡萄牙语 这西班牙语呢 是什么意思呢 西班牙语呢 它是一个政治选择 其实他所有的自治区都有自己的语言 包括这个加泰罗尼亚 他也有自己的语言 嗯 所以他 就是整合了以后啊 就选择一个正的语言 叫西班牙语 所以他这整个国家 就是西班牙语了 嗯 它跟法国的概念也是一样的 是 是 是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过程啊 嗯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回来再看一下中华军新闻 有请不吝点赞